陈寻送走了方回,自己回了家,他背着吉他,拎着包,像一个流浪者一样。 他的心情就像在流浪,更准确地说,是在流放,完全找不到方向。 陈寻说他以前很喜欢那种仿佛在天上飞一般的自由,而且他从不会担心会迷失,因为他知道方回一定会在地面上等着他回来。 只要想到一直有这么一个人守着自己,无论飞得多高,就都不会害怕了。 可是后来,他觉得自己飞得太远了,远离了那个人的视线,会有一种畅快的解脱感。 但是之后却又很迷茫,他找不到陆地在哪儿,因而不知道飞行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了。 陈寻说他对方回的感情,从那时候起,就说不清楚了。 陈寻问我,一直听他说这些情啊爱啊,会不会觉得特傻? 我看着他摇了摇头,其实我们都明白,也就在那个年纪,我们能单纯地去想那些情与爱。 长大之后,我们只能在这里对着抽中南海了。 那一天,陈寻一个人在永安里的地下通道里停了下来。 有一个长头发的艺术家式的青年,在那儿抱着吉他嚎,那动静让他的耳朵很难受,偏偏,艺术家还有意无意地瞥了一眼陈寻的吉他。 陈寻被他一看,立刻激起了斗志,对着艺术家就坐了下来。 他把吉他套往地上一扔,放了三五块钱,也弹唱了起来。 两个人有点默契,你唱一首,我唱一首,情歌摇滚中文外文,居然就没有重复的。 半截儿,陈寻接到了沈小棠一个电话。 那艺术家还特敬业地在那儿等了会儿,比个手势,意思是你先接,不着急。 电话的那边,沈小棠说,干嘛呢,回家了吗你? 回了,但还没到家呢。 哪儿呢? 永安里地下通道,跟一哥们儿飙哥呢。 啊,真的假的?你没摸摸吧? 真的?哎,我不跟你说了啊,该我唱了,人家等着呢。 陈寻拿着波片滑了一下琴弦。 行,那你接着唱,我现在呀,就过去找你去,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。 陈寻刚想说你不用来了,沈小棠就挂了电话。 陈寻无可奈何地把电话放在兜里,冲艺术家说了句不好意思,就接着弹了起来。 又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,那个艺术家明显是唱累了,估计也没什么可唱的了。 他收起了吉他,走到了陈寻身边。 哥们儿,看你岁数不大,不简单啊,有点帅。 也不行,没您底气足。 抽烟吧。 艺术家递过来一根烟,陈寻摇了摇头,他自己点着抽了起来。 失恋了吧,跑这儿唱歌来。 没有,我女朋友一会儿就来找我。 得,玩得够浪漫的,那我不跟你砍了,先走一步,我这嗓子都疼了。 艺术家拍了拍陈寻的肩膀站了起来,陈寻冲他挥了挥手。 行,您慢点啊,下回遇见了,咱接着唱。 你当玩,我当吃饭呢,咱俩下回肯定碰不见了。 艺术家最后吼了两嗓子一无所有,背起吉他,走出了地下通道。 艺术家走了之后,陈寻慢慢感受到了地下通道的寒冷。 他紧了紧衣上,随手拨了两段和弦,独自一人慢慢唱了起来。 沈小棠来的时候,他正在唱《匆匆纳年》,唱到《望穿河畔盛盛开多少朵红莲》, 轮回中,我们擦肩了多少个百年这一句。 沈小棠的笑脸就出现在了陈寻的眼前。 沈小棠看着周围, 哎,陈寻,和你彪哥的那个哥们呢? 刚走了。 你是不是骗我呢? 不是,我有那么爱骗人吗? 压最后没扛住。 沈小棠拿起了一张纸币, 哎,这个情套里的钱,都是你自己的吧? 嗯,有一部分是吧,刚才啊,一个老外过来还给我五块钱呢, 我特意为他唱了一首英文歌。 那,我也给你钱,我要点歌。 沈小棠蹲了下来,掏出一个一块钱的钢被扔到了情套里。 那,你要听什么?说吧。 嗯,就刚才那首,哪个乐队唱的呀,叫什么名字? 啊,陈寻乐队唱的,匆匆纳年,听着啊。 陈寻低下头拨动琴弦,慢慢地吟唱了起来。 沈小棠歪头看着他,如痴如醉。 陈寻刚唱完,沈小棠就把那一块钱又拿了出来,重新扔进去。 再唱一遍。 陈寻笑了笑,又弹了起来。 就这样,沈小棠反复偷了五次硬币。 当陈寻唱完等着第六次时,他突然攥着硬币停住了。 陈寻询问地看着沈小棠。 沈小棠的脸有些红,歪着头。 哎,我现在有两个主意。 什么? 第一,卡拉OK大赛的决赛曲目, 咱们换成匆匆纳粘吧。 你教我弹,我给你伴奏,咱们一起演出。 陈寻缓缓地点着头,沈小棠顿了顿接着说。 第二嘛,我现在想把自己发给你,你接收吗? 陈寻愣住了,他看着沈小棠,沈小棠也看着他。 他们的距离很近,可以从彼此的瞳孔里看见自己慌张的脸,也可以看得见彼此呼出的一团白气。 陈寻突然稳住了沈小棠。 陈寻后来说,当时他以为自己又找到陆地了,但是后来发现他找到的是一只和他一起高飞的鸟。 那天晚上,陈寻最终没有给方回打电话。 之后的一段时间,陈寻一直采取着这样的办法,徘徊在方回的世界之外。 他不想欺骗他,更不想伤害他。 跟沈小棠在一起依然很开心,陈寻很着迷沈小棠的笑容。 沈小棠笑起来的时候,就像怒放的雏菊,明媚了周围的一切。 而方回从来不那样笑,他总是低垂下眼皮,把笑容敛在眼烧眉角之下。 跟沈小棠在一起的时候,陈寻基本上想不起方回,而跟方回在一起,他却会想起沈小棠。 有一天,陈寻跟方回吃完饭,他说要去排练节目,方回叫住了他。 哎,你们准备的是什么节目? 匆匆那年。 自弹自唱吗? 和别人一起唱。 和谁啊? 沈小棠,财政的一个同学,他也谈吉他。 哦,那,那你去吧。 方回点了点头,他早已经从刘云威那儿知道了陈寻和沈小棠要合眼的事。 当亲耳听见陈寻念出了沈小棠的名字,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可能再阻止什么了。 只是,他觉得心疼。 望着陈寻渐渐走远的背影,方回趴在桌子上痛哭出了声。 陈寻和沈小棠好了的事慢慢也不是秘密了。 先是陈寻他们宿舍的人都知道了,宋宁笑说终于把四二扶了正。 高尚说是沈小棠翻身做主人了。 王三昭没说什么,只是再也不跟陈寻沈小棠一起出去了。 后来宋宁又告诉了林家墨,林家墨知道后先去找了方回,话语中探到还没有分手的意思,回去以后马上又把陈寻叫了出来。 两个人在小餐厅吃饭,却怎么也没有往日自在的样子了。 陈寻,你和沈小棠真的好了? 嗯 那方回怎么办? 我会好好跟他说的。 那我呢? 贾沫,你有时候啊,就是特想小孩子。 你知道吗,我第一次见到你啊,就觉得特面善,好像以前在哪儿见过,老朋友的感觉。 所以我才会总去帮你安慰你,但那不是一见钟情,咱们俩绑不到一块。 你不是一向标榜爱情吗?我现在啊,就是在追求爱情的。 那你怎么就爱上了沈小棠呢? 因为爱,所以爱啊。 陈寻,我发现你现在跟我说话特不利,你这话,你敢跟方回说吗? 不是不敢,是不能。我不能撒开他的手,再朝他心口踹一脚呀。 那我心里也难受。 贾沫儿,咱们不这样行吗?这样不好,我根本不能这么干。 王远了说,我对不起赵叶,王进了说,我对不起宋宁。 你已经对不起了。 你对不起方回,对不起赵叶,对不起乔然,还对不起我。 你为了和沈小棠同呼吸共命运,就把我们都抛起了。 是谁当初说会和方回好一辈子的? 谁当初的爱意会一直帮我的? 谁当初在书上课,我们有不分开的? 贾沫儿,我知道,是我不好,可我们都已经回不去了,我们得抬起头往前走。 你说的轻松,怎么走啊?像乔然那样飞出国去? 乔然那会儿那么喜欢方回,比你还嫌喜欢呢? 那一朵丁香花,写的就是方回。 你把方回抢过来了,弄得乔然最后出国了,这在往前走吗?没你这样的。 等会儿,你说什么呢?什么一朵丁香花? 就是,就是乔然在咱们班念的那篇作文,那是乔然写给方回呢。 咱们毕业吃饭那天,乔然亲口告诉我的。 你说的是真的? 废话,你们都要分手了,我还骗你干嘛呀。 方回知道吗? 写的是他,他能不知道吗? 都现在了,你管他知不知道呢? 陈寻沉默了,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点小小的愤怒,他觉得方回隐瞒了他,这种感觉让陈寻心里微微有些泛酸。 行了,走吧,我送你回宿舍,这事儿,你先别告诉方回,我会自己跟他说清楚的。 我不会跟他说的,本来就应该你自己说。 哦,对了,你知道昭叶最近怎么了吗?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,发短信也不回。 哦,我告诉他,我喜欢上你了,后来他就没再和我联系了。 什么?你疯了吧?跟他说这个干嘛? 他也该去找个女孩喜欢了,我想让他死心。 哎呀,你这是让他伤心,他最终感情了,当年你喜欢苏凯他都转不过弯,现在,现在你让他怎么接受得了啊? 反正早晚都会知道的,总有一天,我们大家伙都要一起面对的。 林家墨淡淡地看着前方,裹紧围巾,走了出去。 大家好,我是匆匆那年的作者九夜回,欢迎大家收听匆匆那年。 每个人都有青春,每个青春都有故事,每个故事都有遗憾,每个遗憾都有回味不尽的美。 匆匆那年,献给所有曾经鲜艳过的青春。 2001年的12月7号,大学举办了新生的卡拉OK比赛决赛。 陈勋和沈小棠一起上台表演了匆匆那年。 他们一个伴奏,一个演唱,配合得十分完美。 最后一段高潮结束之后,两个人一起牵手谢幕,引起了底下一片山呼海啸般的掌声。 方回也坐在下面看了他们的演出。 他在第十六排,位置不是很好,但是足够看清一段爱情的开始和一段爱情的终结。 同一个光柱下的两个人和谐美丽,仿佛离他特别遥远。 匆匆那年的旋律一响起来,方回就哭了。 他想起了去年的冬天,同样是在这么寒冷的时候,陈勋跟他说,这首歌,只是给他方回一个人的。 而现在,才仅仅过了三百六十五天,陈勋就唱着匆匆那年,拉住了另一个女孩的手。 方回绝望了,他知道,陈勋真的已经离开他了。 不知不觉,下一个节目已经开始,一个女孩子演唱《求鸟》。 方回抹了抹眼泪,拿出手机,颤抖地按下了陈勋的号码。 手机响起的时候,陈勋正在后台和沈小棠庆祝。 他亲了沈小棠一口,他从来没在那么多人面前表现得和沈小棠特别的亲密。 这一次,他是太兴奋了。 匆匆那年演绎得十分完美,他根本就控制不住开心。 看见方回的来电,陈勋犹豫了一下,还是出去接了。 细算算,他们大概有四天没有联系了。 喂? 喂? 是我? 嗯。 陈勋,我想问你一件事情。 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了? 说吧。 你喜欢沈小棠吗? 陈勋沉默了,他知道方回一定是明白了什么。 他顿了顿,看着后台远处微笑着的沈小棠,没有隐瞒地回答。 是。 从陈勋嘴里亲耳听到答案,还是让方回狠狠地疼了一下,心里就像被撕裂了,血液停止了流动,只有眼泪奔腾而下。 即使方回闭着眼睛,泪水还是不停地流了下来。 方回尽量压抑着抽泣的声音,两个人的听筒里只传来求鸟的歌声,时间就像永无止境的黑洞一分一秒地流逝。 但是,过了好一会儿,方回才开口。 陈勋,你记住了,刚才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几分钟,从现在起,我不是你的女朋友了,我们分手。 听到分手这个词,陈勋猛地愣了一下,虽然他知道跟方回终归是要分手的,但他认为那是在两个人面对面,至少好好说清楚之后的事儿,这么突如其来的到来,让他有些接受不了。 方回,方回,你听我说,方回。 陈勋刚想说点什么,方回就挂断了电话,在拨回去的时候,对方就已经关机了。 陈勋焦躁起来,他回想刚才听同李裘鸟的声音,知道方回一定就在礼堂内,他毫不犹豫地冲下了前台,却被工作人员死死地拦住了。 陈勋挣扎着从舞台上面寻找方回,可是底下有很多人,每个人的脸孔都只有一个灰暗的影子,他根本看不清楚哪个才是方回。 在好几百人之中,不管陈勋多么努力,都没有办法辨认出方回的样子,他明明就在那里,可是陈勋却找不到他。 那一刻,无能为力的感觉,让陈勋心里荒凉一片。 陈勋知道,那个说永远陪伴着他的女孩,不见了。 节目散场之后,陈勋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守在门口,可是礼堂有两个门,他焦急地在这边站一会儿,又到那边去站一会儿。 他害怕错过这边,又害怕错过了那一边。 最后,陈勋还是没能找到方回,他一遍遍地给方回打电话,却一直都是关机的声音。 他又往方回的宿舍打电话,刘云威说,方回回宿舍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回家了。 陈勋挂了电话,就向学校大门跑去,他想见到方回,立刻见到方回,分手什么的都在说,只要先见到他就行了。 陈勋坐上车的时候,天空飘起了雪花,路上渐渐地也堵了起来。 到达聚龙花园的时候,已经过了三个小时,可是方回家的阿姨却给了他失望的答案,方回没有回去。 陈勋给方回打电话,还是关机,方回爸爸家的电话也没有人接听。 这个女孩就像突然在世界上消失了一样,让陈勋惶恐不安。 陈勋说他当时特别焦虑,他觉得自己仿佛选择错了出口,从学校的礼堂到方回会回哪个家,他都判断错了,这好像意味着他们注定分开。 分开本来是他预计到的,可真正到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,就是那么的痛苦与不甘。 陈勋从聚龙花园出来,外面的雪已经没过了脚面,大街上所有的车都堵死了,每一个交通工具都是寸步难行。 陈勋茫然地走在人行道上,鹅毛大雪几乎蒙住了他的眼,眼泪和雪花凝结在一起,让他看不到前面的人影。 陈勋不知道该往哪里去,脚步胡乱地往前迈着,他心里头只有一个名字,那就是方回。 当陈勋在大街上疯狂地寻找方回的时候,方回也在另外的街上走着。 从大学出来,方回回到了高中,他先去找了当年他们刻字的树,名字还在,字迹也还在,因为钥匙不太好用,留下的锯齿状凹痕也都还在。 方回哭了出来,他重新用雪掩埋了这些,它们还是分开了,永远地分开了。 后来,方回又去了高中部的教学楼,学生们正在上课,楼道里很安静,只能听见各班老师受课的声音。 他从后窗户看见了侯老师。 侯老师还是用女孩般的语调讲着课,只不过左手上多了一枚戒指,听说是结婚了。 往前走,他又看见了刘老师。 刘老师还是不停地这个念,而底下的同学也还是不住地窃笑着。 顶层依然是高三年级,李老师还是带着A班正强调着月考的重要性,学生们在下面闷头坐着一片愁云惨淡。 恍惑间,方回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上高中的时候。 一会儿林家墨就会来找他上厕所。 中午呢,赵爷会去拿饭,悄然会掏出纸巾擦桌子。 而陈寻会拉着他的手,陪着他一起回家。 但是不是,现在这里只剩下了方回一个人。 校园里一切都没有变,但是他已经从坐在教室里变成了站在教室外。 方回慢慢地蹲坐在地上,他的双肩剧烈地颤抖起来,泪水顺着他的指缝滴落在了地上,连成了一片绝望的水渍。 寒树和文言文,摩尔和ABCD的声音吞没了方回无法抑制的哭泣。 冬日寂静的楼道里,只留下了一个悲伤的孤独的身影。 从午中出来,方回顺着每次和陈寻一起走的路,独自走回了家。 一路上,他一直想着和陈寻经历的那些事情。 那边,他们连出来了。 Symphony whom我存在这里,偶像这种技能。 我们都在这里做一个困难. 我刚才知道的地上... 小孩子是从丰难,